好 咱们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很短就一句话 它怎么说呢 它说 上来就是预测之难 超过了两三天以上 世界上最好的天气暴 就变成了急于推测猜测了 并且超过了六七天之后 这些天气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预测是多么的困难 当然这个beyond是超过两三天之后 这个beyond这个介词在表达的时候 可是可以替换 我们写作中可以替换的 beyond here means after or later than after two or three days 或 later than two or three days 是可以的 或用非为动词超过 因为exceed的动词 变成非为exceeding exceeding two or three days 这个表达也是正确的 就用非为动词来用 这个exceeding也是做状的 超越了两三天之后 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上 the best weather forecast 最棒的天气暴 这个best尽管是最高级 但前面不能在家定管词 因为前面有鼠格 这个鼠格和贯词是冲突的 它不能同时出现 所以依然是最高级 世界上最好的天气暴怎么样 而speculative也是基于推测 基于猜测了 咱们speculative讲过 是推测的猜测的 基于猜测 而不是信息 或者是这个实时数据了 咱们可以把它改成这样 are speculative 相当于are based on speculation 或are based on conjecture 完全基于猜测了 这表达是一样的 咱们用paraphrase 诠释文章方法 对吧 这个表达也行 或者这么说 are based on guesswork guesswork也是推测猜测 生死人说了 这两个名词 这个联系分析都行 意思一样 and beyond six or seven 当然省略了six or seven days 六到七天 在省略前面有了 被省略了 the are worst 这个day 当然指前面那个 the world's best weather forecast 最好的天气暴 怎么样呢 也变得一文不值了 worthless 表示不值钱的 当然在这里面可以把它换张 are valueless valueless也是不值钱的 没有价值的 are useless 完全没有用了 或者语气更重一些 they are of no earthly use be of no earthly use 就是一钱不值的 完全没用 一点用也没有了 是这么一个 或者这么说 they are totally useless 完全没用 这都行 这是我们在诠释文章的方法 那么读者觉得很奇怪 那最好的天气暴 怎么这种管理两天 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段开始 接着看 他就给出原因了 the butterfly effect is the reason 就引出了本文主题 蝴蝶效应 是它背后的原因 butterfly effect is the reason reason什么呢 reason for it 就是上面那个现象 为什么两三天以后 就猜测六七天就不灵了呢 是它的原因 如果你非要说 是什么的原因 我们可以加介词 但这个要注意 reason 我们介词不要叫off 咱们往往同学说 什么什么对言 用off 不行 这里叫for 或者behind it's the reason for it 或者reason behind it 它背后的原因 这个用的是对的 好 这个另外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蝴蝶效应 是它的原因 是什么什么的原因 有好多何的表达 咱们写作中都可以来借鉴 比如说 the butterfly effect accounts for it account for 是解释什么什么 account 加for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这个时候你怎么解释呢 它可以解释它 不就表示它是它的原因吗 蝴蝶效应可以解释 这是为什么 account for 可以记住 或者这么说 the butterfly effect underlies it underlies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 是什么什么的原因 动词原型是 e-u-n-d-e-r-l-i-e 好像躺在底下支撑它 是它的原因 underlie 第三个单数 加的s 叫是什么什么的原因 这个大肥也可以 或者我们用这么说 the reason is the butterfly effect 原因就是蝴蝶效应 这倒过来说也行 或者这么说也行 the reason lies in the butterfly effect 这个表达也对 这用了习语 lie in l-i-e lie in lie in 表示在于 原因在于什么什么 在于 lie in 固定大肥也行 但注意这个大肥错了 the reason is because of the butterfly effect 这个在中文中通顺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蝴蝶效应 这个通顺 但在英语中既然有reason了 后面就不能在 because of 就从逻辑上就重复了 reason已经表达英文关系了 就不要在用because of 这个表达不好 这是我们短短一个句子 各种表达 咱们都可以 但这个表达不对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那 butterfly effect 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为什么就会 这个成为它的原因呢 后面就进一步解释 咱们看第二句话 第二段的第二句 它说 for small pieces of weather and to a global weather forecaster small can mean thunderstorms and blizzards any prediction deteriorates rapidly 这个句子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其实句末 是整个句子的主干结构 就是any prediction deteriorates rapidly 任何的预言都会迅速的变糟变恶化 前面 这个for small pieces of weather 这是个介次的一座状语 对于小块小块的 小范围的天气来说 然后两个port号中间的呢 可以看到插入于结构 就做着顺便说一下了 并且to a global forecaster 这是插入于内部的一个 介次的一座状语 就是对于一个 做全球性的天气预报的预报员来说 forecaster天气预报员来说了 怎么样呢 这个小啊 可能会意味着 这个大型的雷暴 甚至是特大的暴风雪 这个别看着小 它可能会有巨大的可怕的后果 那么任何预言迅速会变造 这是大概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里面两个介次是可以替换的 第一个对于什么来说 for 这个对于某人来说 to 这两个都是对于 这两个介次可以替换 在本文中是这个 很明显的避免重复的替换 好 我们在里面看一看这个 small can mean mean不是表示意思是什么 就意味着 意味着就是有可能导致什么了 这个面注意啊 它不要反正意思是 反映是意味着 它表示be likely to result in 有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就小呢 有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后果 这个意思 咱们看个例子 the merger will mean the eventual closure of the company to Shanghai office 这个合并 merger可以表示公司的合并了 这次合并将可能会意味着可能会导致怎么样呢 这个公司上海办事处最终的关门 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办事处 office不一定是办公室 在这某公司的办事处 第一次 mean是有可能导致 就类似于中文中的意味着某事会发生 小可能会意味着 这个雷暴或者大型的暴风雪 咱们讲过 并且呢任何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的这个预言和很快会变造 deteriorate是变造 咱们生物头讲过可以替换呢 any prediction gets worse rapidly 迅速变快 或者any prediction degenerates rapidly 或者becomes inaccurate rapidly 变得不准确 也行 inaccurate是不准确 这个都可以替换 好 是为什么变得不准确呢 后面他说了 他说errors and uncertainties multiply cascading upwards through a chain of turbulent features from dust devils and squalls up to continent-sized eddies that can only satellites can see 这个句子稍微麻烦一点 咱们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六号之前呢 是句子主干结构 错误和不确定性 迅速的增加 错误越来越多 不迅速的大幅增加 multi-like本来可以表示成法 成疑 排成一表之 迅速增加 或使迅速增加 都行 急不急 都可以 在这不急 然后cascading upwards 一直到极末黄颜色的 可以看到是这个 飞味动词 在这做状语 来修饰这个动词 multiply 是怎么样迅速增加呢 成道瀑布状向上 迅速增加像瀑布一样 一开始很小 我越来越大 我们这种 cascading一般是跟 这个down搭配 瀑布状向下 倾斜而下 但是这个upward向上了 道瀑布状向上走 并且通过一连串的 汹涌不宁的 动荡不宁的 一系列的特征 有哪些特征呢 你看后面那个 from the devil and squirrel up to the condensized I did that only can say I can see 这个斜体字整个 是可以看作 一个借次端语 从后置证语修饰前面 a chain of turbulent features 说是有怎么样的一些 一系列的 这些 汹涌不宁的特征 就从 像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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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旋风 包括这个 突然起的一阵暴风 一直到 这个尺寸向 那个大陆的 这样的大的漩涡 就是只有 这个 这个 卫星才能看到的 人在地面上 观察不到的 巨大的漩涡 就是迅速会增加 像道瀑布一样 越到上空 这个变化越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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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个 这个结构 这个里边 我们要看看一些 表达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 multiply multiply 这个词叫 使迅速上升 大幅增加 咱们看英文解释 先大声读一下吧 multiply multiply 什么意思呢 to increase by a large amount or number or to make something do this 就是 大量的 在增加 这个修饰可数名词的时候 用number 不可数 就是amount 可数不可数都行 都是大量增加 或者十某个东西 做这个事 说十某个大量增加 就是 吉物不吉物都行 本分中 是不吉物东西 我们先看一个 不吉物的例子 不吉物是 这个主意本身 在增加 在过去的十年之中 我们的销售和利润 都大幅增加了 增加了很多 就像做惩罚一样 大量增加 multiply 本来是惩罚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吉物动作用法 smoking multiplies the risk of heart attacks 吸烟会大幅度增加了 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使大幅增加 multiply 本分中 是个不吉物动作 大幅增加 那做不吉物动作 大幅增加 替换以后特别多 咱们在写中 要替换 比如说 snowboard 本来叫雪球 这动词呢 叫大幅增加 就滚雪球 要么越滚越大 我们大声诺下 snowboard snowboard 做动词 终于不变 终于还在前面 比如说 enemployment snowboa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在1980年代初 那么失业现象 大幅度增加 像滚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 这是不吉物动作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proliferate 这个词本身表示 动植物迅速繁殖 派生意 也是大幅度增加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roliferate proliferate 也是大幅增加 咱们看例子 small businesses how prolifera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在过去的十年中 小公司大幅度在增加 迅速增加 这个business 我们说了表示 商业啊 表示事情啊 一般是包括表示 什么生意买卖 不可数 但表示公司是可数的 小公司在过去十年中 迅速大幅度增加了 可以用它来说 也可以当不许动作来用 还有一颗替换 我们用蘑菇这个词 你看这个竞争是名词动用的 跟那small snowball雪球一样 我们读一下 mushroom mushroom 大家可能都知道 mushroom做名词是蘑菇 蘑菇下语之后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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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底钻出来了 就迅速 这个如雨后春笋一般 再增加 比如说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mushroomed 就是两国之间的贸易 现在大幅增加 雨后春笋一样 不断地涌现 叫mushroom 也是大幅增加 可以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大幅增加 咱们一般指人口 就用爆炸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xplode explode 它一般是指人口 大幅增加 比如说 China's population exploded after 1949 49年之后 中国的人口大幅增加 叫人口爆炸 直接做名词 也是增加 一般指人口 叫人口大爆炸 叫人口激增 叫population explosion 就好了 把这短语咱们读一下 population explosion 人口激增 就是字面 也就是人口大爆炸 好 再回到剧中 咱们看看后面 那个飞味动词 cascading upwards through a chain of turbulent features 这是分词短语 就是现在分词短语 飞味动词 做方式状语 修饰前面 这个微语动词 multiply 说是怎样 迅速大幅增加的 这 cascade 是瀑布 在流淌 它一般是跟down搭配 这是瀑布般下垂 在这儿呢 cascade upward 这道瀑布状往上走来 成道瀑布状上升 然后呢 通过一连串的猛烈 而不稳定的这个特征 这个through是通过 什么什么东西 a chain of 是一连串的 a chain本来是铁链子的意思 这个一连串的 咱们也多次说过 好多好多 表示一连串的表达 咱们在当时第四课 可以看见东西的手 包括在第三册的 第三人三课 南梦的一天 多次讲过 像a chain of a series of 一系列的 a chain of a string of 是比较长的 a succession of a progression of 都可以说 一系列的 一连串的 一个连一个的 注意 succession是连续 success 做名词是成功 注意 progression是连续 progress是进步 不一样哦 都用连续这个词 叫一连串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 chain of a series of a chain of a string of a succession of a progression of 都是一连串的 通过一连串的 什么呢 turbillin turbillin 讲讲了 汹涌而不稳定的 fisher是特征特点 这里相当于咱们常见的 characteristic 特征或者特点 但fisher如果指人的话呢 就是无观相貌 人的人样子 指事物 叫特征特点 那么通过一连串的 猛烈而不稳定的特征 那么猛烈不稳定的特征 有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组成的呢 后面这个from 一直到剧末 这是一个借次短语做后制定语修饰前面的 这个名次短语 a chain of turbillin features 解释 这些不稳定的特征 包括了哪些天气现象呢 它是从啊 这个 death devil 我们说 小晨暴 对吧 一直到 就是突发的暴风 那么 然后一直在变成 这个有 一个大陆 大小的 这种大的漩涡 这也是大漩涡 那么 只有卫星才能看到的大漩涡 后面那个 that can only satellite can see 这定义重续修饰前面那个continent size alice 就是像一个大陆 大小的一个大的漩涡 这个 从这个 一直到这个 我们知道从a到b 可以用from a to b 本文中只不过呢 from a up to b 从一直到b 加up to就一直到了 从一直到b 有数量很多了 从a一直到b up to又一直到 这个意思 好 第二段 咱们先看到这 我们下期待